今天的工商时间呢,是HUXY孕妇枕 对,我跟你说,Ivy一怀孕啊 她就收到两个朋友送这个HUXY的孕妇枕 哦真的哦? 两个,大家都知道孕妇就是要用HUXY 是超有名的,每个人都在用啊 其实我很久以前就买过孕妇枕了 那时候台湾好像还没什么人用 就很久很久以前,我还特别是从美国买回来 然后自己扛回来,坐飞机 等一下,你说以前,你怀过孕了吗? 就我所知是没有啦,就没有 那为什么?那为什么? 不是,因为大家都会讲,在美国的朋友都会说 这个睡觉抱着很舒服啊 就我买回来,都是我老公在用耶 but it's true for me as well 就是我用过就回不去了,你知道吗? 这很好用,我自己就是 可能,我第一次用,我不太会用 我还有看他的user manual嘛 他就说,哦,这粗的地方夹在大腿中间 然后头放在上面,很舒服 或者是直接折起来,放在背后 我其实就是在床上这样子放在背后 拿着读书,真的很舒服耶 你知道这HUXY孕妇枕是应该要给孕妇用的吗? yeah,but他比我还要瘦,she doesn't need it 我肚子比较大,I need it 真的很棒,超舒服,I love it a lot 你到底有没有分给Ivy用? 有啦,现在其实就Ivy拿过去了 他现在就是脚会比较容易抽筋啊 然后又水肿,所以现在晚上 他就放在脚那边,然后脚跨在上面就很舒服 哦,OK 不过Ivy真的是蛮瘦的 因为我发现他现在肚子跟我吃很饱,差不多大而已 没有那么夸张啦 不过这个孕妇枕其实肚子越大,用法其实就越来越多了 有些人怀孕的时候他躺着睡会不太舒服 然后孕妇枕就可以拿来支撑啊 分摊一些肚子那个压力啊 让孕妇比较好睡 而且我跟你说HUXY他有这种凉杆的枕头套 有没有,现在包在外面 像我现在肚子上这一个 他就是凉杆的,非常舒服 而且像现在孕妇Ivy他也是啦 就是体温会比较高 那尤其现在夏天 他抱这个睡就比较好睡 那脚放在上面也比较凉 那他里面还有那种防蛮的整性可以选择 那他是没有过敏 可是我过敏 所以我就跟他说 一定要有防蛮的那个放在那边 这样子我才不会过敏 诶,这不是怎么都在讲你自己 因为我很重要爸爸 在怀孕过程很重要 actually I did nothing 都是他在辛苦 所以根据Kent的经验 就是除了怀孕的妈妈可以使用之外呢 爸爸是不是更喜欢 我真的真心跟现在所在听的朋友们推荐说 除了怀孕的妈妈之外 我觉得任何单身的人 单身有结婚没结婚 都需要一个 因为放在床上非常好用 真的我在床上读书 真的是他圈起来 我可以整天不用离开床 所以这是给你一个满满的陪伴感 Huxy孕妇诊由妇产科医师专业推荐 有独家贴合运度曲线设计 就是专门为孕妇睡眠设计的测睡枕 然后爸爸也很爱用 孕期睡得好 妈妈宝宝都健康 孕期睡眠不将就 Huxy孕妇诊 让妈咪跟老公都一夜好眠哦 欢迎收听Bilingual News 这里是华尔街最自由的双语国际新闻 Welcome to Bilingual News The Free's International News Podcast in the Chinese-speaking world 我是凯莉 This is Ken 我们会用白灵国双语的方式 与大家聊聊世界各地有趣的新闻 We'll be using both English and Mandarin to talk about interesting new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好 我先跟大家道歉 非常道歉 道歉到爆 然后这件事情我还做噩梦 你又做噩梦了耶 我做噩梦了 你很常为了节目的内容讲错 或是有什么不喜欢的东西 做噩梦 不是 因为这个错到我觉得很羞耻 就是上礼拜我在聊那个 阿根廷的经济政策 然后我讲错他们有个东西 叫做Import Substitution 叫做进口替代政策 我整个讲反 然后觉得天哪 那么多好几十万人听到我讲错的东西 我就觉得很丢脸 然后让大家收集到错误的资讯这件事情 我觉得很不对 那我跟大家道歉 然后所以这礼拜 还有之后 每个东西我都会在Triple Check 我不能就是 只靠ChatGBT 帮我简化所有的资讯 这真的是不太好 因为这是很容易 很容易出错 很容易出错 大家也就是记得一下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 他们只是帮我们简化 而不是用它找资料 应该就没问题 但其实还是会有问题 所以是我要跟大家道歉 然后直接下来 我会跟大家讲一下 说Import Substitution 我觉得要先跟大家讲一下 你到底有多羞耻这件事情 其实 因为其实谢谢有听众来提醒 我们说 好像有讲反 然后我跟Ken讲 Ken说有吗有吗 然后开始 Sh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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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就在那个 周二夜后台 就会扛弟子在那边 Oh sh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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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都 不跟所有人聊天 然后就在那边一直看资料 然后他就开始说 好他po文更正 Facebook IG限动 他都po了以后呢 然后他昨天又突然说 Hey so 你可不可以去把上礼拜 那一集那一段全部剪掉 我觉得好丢脸 然后我就想说 啊你刚好不自己剪 你通常都不喜欢麻烦人家 然后他就说 我觉得太丢脸 我不敢进去听 我没有办法忍受 对我会很想把 里面那个我给揍一拳 有这么错的东西 你居然敢讲 对我也没有发现啦 Sorry 没有没有没有 反正就我的错 道歉 那进口替代政策 上礼拜整个讲反 所以其实整个颠倒过来 应该就对了 哈哈哈哈 其实这种 这个是一个经济政策 是开发中的国家 比较常用 所以他们会说 与其从国外进口 那个东西 特定的东西 那不如他们就说 那不如我们国内生产就好 我们用汽车来 来for example 就是与其从国外进口汽车 不如我们来自己国内 做汽车这样子的话 我们国内的工业 就可以有发展啊 这样比较合理 对对对 其实就是这个事情 然后因为 尤其是很多说 就是比较晚 才开始开发的国家 常常会被卡在 就是 比较低附加价值的产业 像是农业啊 之类的东西 然后就没有办法 真正的工业化 所以这种政策 大部分就是拿来做说 我们先把国外东西挡掉 让我们国内的 扶植国内产业 让大家起来 也是一种保护主义就对了 也就是一种保护主义 可是这种政策的缺点就是说 有可能导致国家 就是没有很有效率的 把自己的资源 放到对的地方上 因为可能就是 像台湾的御龙一样 就永远就是扶不起来这样子 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吧 大家一听就 哦我懂了 就是这个意思嘛 我就看 阿根廷讲错 都没什么人来骂 只有友善提醒 那如果讲御龙会不会被骂 还是御龙也没人 care 我不知道 I don't know 所以就是政府可能会就是实施这种东西 然后导致资源用到 比较浪费一点啦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大概是这样子的政策 那大部分这种政策 就是在南美洲 跟非洲国家比较多在使用 那尤其是在上个世纪初的时候 更多国 非常这些国家都有用 然后直到上个世纪的 1970年1980年吧 他们发现说 哦 shit it doesn't work 然后他们就开始转向啊 或更改政策 除了阿根廷之外 阿根廷就是继续这条路走下去 ok好 就这样 那再更细的我就不讲 因为我觉得 我很怕又继续讲错 好 好 那就这样子 那我跟大家讲一下 这礼拜Benji不在 所以都是靠 我跟凯莉两个人在整理资料 我们突然变得好认真哦 对啊 因为昨天晚上我在 弄资料的时候 然后就看到 另外一个游标 因为我们两个都用google.com 然后看到另外一个游标在跑 然后在打字 然后我就说 天哪居然是凯莉 然后我就在前面说 嘿凯莉 谢谢你 I love you 还有一个爱心 你有看到吗 对啊 对啊 我有看到 很白痴 那就两个居然同时在那边弄东西 我就要好好笑 就想说 诶 礼拜四晚上了 赶快放一下新闻 对赶快看一下 就不用今天浪费太多时间 好 那在那之前呢 我要跟大家说一下 我人生的专场终于要 要开麦了 Oh my God 我好紧张哦 我好紧张 我准备超级无敌爆酒 对我觉得你 我很深深 对对 对以我们访过那么多喜剧演员 然后每个来都说 他们要做专场 嗯 你应该是最认真的 对吧 对吧 你看壮壮 呃 跟壮壮很比他 就是靠经验啦 我比较没经验 我很猜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讲一个小时 然后我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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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的紧张 一个小时哦 天哪 对因为我最多只讲过25分钟 哦 对没有讲过更久 然后你知道 你知道有一个有一个观念是 那个跑步马拉松选手 他们都说 其实你在练 训练的时候 你不用真的一直去跑全马 嗯 你只要每天跑10公里 类似这样 然后你比赛那一次就是跑 跑最长那一次 就会跑完了 然后我就问所有骑剧演员说 诶所以也是这样吗 我每次都去open mic练五分钟 最后就他们都 就不一样吧 我不知道 整个气势不一样的啊 可是我自己会 我也会办try out啦 所以 哦 所以你也有try out 就是 我会在comedy plus自己办一个 比较便宜的版本的try out 哦 我还以为是像贺龙的那种 什么彩排场 彩排场的 哦才不是 他那边骗笑诶 哈哈哈哈 我就去了 我是try out 就是在 我这一次专场呢 是台北在11月3号到4号 好像也有台中高雄想场 那之后大家可以看 10月中的时候 我会在comedy办一个try out 哦 那就 那一次就真正的让我讲 一个小时 那如果那一次出事怎么办 我就会知道 哈哈哈哈 我不知道 你为什么不要在10月 你为什么不要在10月初 太早了啦 你有一个月可以调啊 哦 oh my god you don't understand 我现在 我自己现在觉得 我solid的 有25分钟 哦 所以你说10月 出的话 应该来不及吧 你最多35分钟 应该来不及吧 应该来不及 反正我会想办法 就是欢迎大家支持我 那我9月 你可以学呱吉唱歌跳舞啊 我不要啊 我不要 你可以跳flower 我觉得我是一个真正的喜剧演员 我9月6号晚上7点会开卖 然后会有些限量的票是9折 在哪里开卖 KKtix啊 所以搜寻凯莉 或是追踪百灵国的IG 我知道很多人还没追踪啊 然后脸书 或我个人的凯莉的 也会公布这个资讯 然后我这一次的专场 呃名称 我自己蛮喜欢叫软烂 字是软子的软 就我突然发现 我好像补运 就这件事情 我一直在我讲 你的软子很烂 我软子真的很烂 真的 真的很烂 我觉得蛮有趣的 然后跟大家分享 好欢迎支持 哦哇 我很期待耶 I can't wait 你不知道帮我暖场吗 你这可以讲出来 你决定了吧 oh my god 我原本前几天还跟你说 我可能不要 对不对 怎么样 那你现在考虑如何 我就准备一些powerpoint 好烂哦 我就跟大家分享百灵国的那个 发鸡屎之类的 不可以 太烂了 太烂了 你说我上去超 现场超冷 大家叫oh shit 就是说天哪 刚发生什么事情 说oh my god 好我们就先不公布 oh let's start with our first news Russian president Valdemir Putin broke his silence after the mercenary leader's plane crash with no survivors two months after he led a mutiny against army chiefs 俄罗斯总统普丁呢 在瓦格纳集团的领袖 他的飞机失事之后呢 然后这个 首次发表谈话 I want to express my most sincere condolences to the families of all victims It's always a tragedy Putin said in the televised remark I had no precaution for a very long time Since the start of the 90s he was a man with difficult fate and he made serious mistakes in life Putin在这个电视谈话的时候 表示oh 他说 我向所有受害者的家庭 表达慰问之意 这是一场悲剧 还说 我早在90年代的时候呢 就认识了普里格金 他就是瓦格纳的首领 他是一个命运多传的人 在人生当中犯过重大错误 我觉得 他就是在讲说 因为他 he made serious mistakes in life so I ended for him 有感觉吧 你自己加进去的 好 说实话 我第一次看到 我当下看到这个新闻 第一个反应 就是我觉得他假死 金蝉脱格之处 你懂我意思吗 真的吗 我自己的反应是这样 你看的时候说 oh 一定是 你应该是觉得说 oh 一定是普丁杀的啊 对啊 因为 因为他就是 表面上 你看他两个多月前 又在那边反叛 然后给普丁难看 然后就现在 好像又一副 要和好的样子 就很奇怪啊 普丁怎么会记仇 普丁杀过多少人 对啦 什么他连记者都下毒 当然没有直接说是他 但everybody said 对啊 那所以这只是飞机 没有 我觉得我是他的话 可能就是 你是谁 我是 那个 傭兵团的领袖 Polikotian的话 Polikotian的话 我可能就会 跟普丁说 我给你一些面子 然后 我们继续把 我们在 世界各地 傭兵团的东西 我们在 变成undertable 有没有 在影子政府里面弄 我喜欢阴谋论嘛 所以影子政府 这种听起来 就对我来说 非常合理 然后他就是 说好 那我假死 然后你就很有面子 说你可以 让全世界觉得说 你杀了我 因为 当做交换 对 你看 你要他死得很惨的话 就是用那个 Radiation Poisoning 他之前不是都干这种事 俄国最会的 就是他们用那种 有放射性的一些毒 对啊 就是放你 内裤里啊 或放你的 食物里啊 之类的嘛 放在水里 放你的烟 抽烟的烟里面啊 他们都会干这种事嘛 是 对啊 那用这个飞机掉下来 你的尸体都没有办法 确认 对啊 尸体没办法确认 完蛋 我被你的阴谋论 睡乎了 普丁要杀一个人 而且要全世界都知道说 好 没有疑虑的 绝对就是他死掉 一定要死 要见尸啊 那见不到尸的话 那 那我怎么知道 这到底是谁 而且你看 他马上 因为这个东西 一落地 对不对 没过多久 电视台马上全部都在爆 马上都在爆 然后就说 哦 那这是passenger list 就是乘客名单是谁 然后 percussion在里面 对 他们说电视从来没有那么有效率过 对 所以我的阴谋论 会是说 他们早就讲好 所以准备好 当然有另外一种说法是 因为普丁要杀的话 他也是知道 所以马上也跟他讲 他也是可以准备好啊 所以就是两种看法嘛 那我自己的觉得是说 死没有见尸 那我就是 OK 所以当然这次死因 就大家都在讨论 然后没有人 没有人有证据 那美国官员是告诉路特社 路特社说 他们其实有很多原因 但其中一个原因可能就是 地对空的飞弹 哦 对 我听到很多人在讲 说是被飞弹射下来 是一种可能 然后不是有很多那种航班追踪网站吗 然后他们也有去访问这样 然后路特社他就引述其中一个主编 他就说 他其实有一直在追踪这个飞机 然后他是在6点19分的时候 突然就掉下来 30秒以内就掉了8000多英尺 然后他说 其实在发生事件之前 这个飞机是没有什么故障的迹象这样 然后大家就开始说 好 那这个普丁格金他们这个团队 他们是做什么样的飞机 就是说是巴西航空工业 制造的一个喷射机 然后他说2002年到现在 有300多架安全记录非常良好 20多年来呢 只发生过一次事故 但是人为失误 所以大家觉得 所以就安全到不可能 就是记录非常良好的一个飞机这样 哇 是不是 就是一定 就是两种嘛 对 所以要嘛是说好的 要嘛就真的被 就是飞蛋打上去 可是我觉得比较可怕的是 因为BBC他们不是有驻 莫斯科记者 他就有去访问俄罗斯人民 然后他们好像就是 好像就说 oh yeah that's sad but expected 对 我觉得我也偶听诶 人民都觉得说 oh本来就要发生了 说不然嘞 对啊 而且很多人之前就说 oh he's a dead man walking 你知道吗 哇 很多人就说他早就知道 行尸走肉 不是他本来就要死了 他只是buying some time 就是只是让他活着 因为好像有人说 他四世的这一天 刚好是两周月 两个月整 他那个发起那个 判乱 判乱 对 right exactly two months 这两个月有什么特别意义吗 没有就刚刚好嘛 刚刚好 可以有零头嘛 那什么都可以讲啊 可以多一天多两天 可是有三十分之一的几率 刚刚好是 好 所以这又是另外一个阴谋论 然后我有听那个 你说的人民的反应 有一个人讲的话 我觉得超好笑 因为在俄国 你不能直接说 Pergosian 到底有做什么事情嘛 对嘛 所以他到底做了什么crime 他们也不想直接讲嘛 所以那个男的就说 He may or may not have did or didn't do something 就是什么都没有讲 可是听起来超gangster的啊 就是 He may or may not have done something to you know cause his fate 你就在那边模仿那个教父里面 之类的那种感觉嘛 听起来不就很像吗 就很像跟谁会讲的话 我觉得 蛮蛮恐怖的 有但比较 大家比较担心的是代表 如果这次 这次事件是真的话 那代表普丁真的是 几乎没有什么反对的力量 就反对他的力量这样 你记得几个月前 我好像有在节目上 就是我们刚开始聊 普里格金 普里格金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就 就有聊说他 好像就是 跟那个国内的 国防部长之类的 在那边吵架嘛 然后我不是说 其实就是 普丁坐在后面 然后让他们两个打 然后打到最后 两边的军事都削弱 然后普丁可以重新掌权嘛 你不觉得 现在看起来是这样 因为国防部那个头 其实那些人都被拉下来了 然后 precaution也消失了 所以就是斗争啊 只是俄国斗争 好像又比中国 在台面画一点点 比较就是 直接也血腥啦 right I think it's pretty crazy 那其实现在大家 比较担心的 会是第一 乌克兰那边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那我有听到 BBC他们也有去 乌克兰那边做访问 乌克兰人都是 拍手叫好 哦 因为他们很讨厌 因为他们很讨厌 普里格金嘛 普里格金在那边 cause so much pain and suffering 然后杀了这么多人 所以他们说 没有人会为他哭泣 那可是另外一个是 我们之前聊到的 苏丹啊 非洲那边 就是中非共和国 中非那个区域 有非常多 就是瓦格纳集团 佣兵那边插手的内战 还有一些国家 甚至是需要 这些佣兵来维持和平 right 那这些国家 国家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和平可以继续维持吗 佣兵会不会继续 待在那边 还有他们掌握的 所有的天然资源 到底怎么办 这是很有趣的问题 可是照理说 这两个月 或是这一段时间 应该权力要调整过了吗 因为毕竟他之前 出了大事 大家应该也会知道 这个领袖可能快要不保 你记得我们在聊苏丹的时候 那时候 Pergotian还是有出现啊 那时候 非洲不是到那个 一堆非洲国家的领袖 都到俄国开会吗 那他那时候也有show up 跟其他人聊天吗 对不对 那他也 他也有出来说说 如果苏丹你们 谁有需要我的话 我可以帮忙 yeah that's true 对 所以就接下来 我个人比较好奇的是 非洲的局势 接下来会什么发展 那如果有什么新的东西的话 我们再跟大家分享 然后最近大家都在讨论 就是这个福岛 废水嘛 对不对 好像是礼拜四 对礼拜四 开始排放 然后我看到好多人在看直播 可是我完全看不出什么屁 那个直播就是在看海 在看海浪 对 因为排放飞水是从底下嘛 对他在那个地底下 有很长的管子嘛 然后从里面排出来 对然后就想 哇怎么这么多人在看直播 我就不懂在看什么 对 我不懂 我不懂 大家 explan 你有看过辛普森吗 对啊 辛普森家庭拍出来 然后就荧光绿的水 这样 哈哈哈哈 不会嘛 不会嘛 不可能的事情 对啊 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在看什么 可是很有趣的 这个 就这件事情开始之后啊 就是他们开始排废水 嗯 我的抖音整个就坏掉了 哦怎么说 就是有很多人开始来留意 因为你做很多日本美食 因为我都是做日本美食嘛 然后就开始有人来说 哦 和牛吃得很爽哦 哦 然后我最近po一个就是 对 然后还有那个什么 啊 他们说什么 哦 仙台 仙台就在福宅我旁边 你还敢吃他们牛舌吗 哦这么多人进来 都是繁体剪体都有 哦 我觉得繁体蛮多的 哦 对我觉得蛮有趣 就是大家好像 可能在 TikTok这平台上 会看到比较多相关的影片吧 有哦 那TikTok最近有很多 那跟河沸水有关的 日本相关的 短影片 然后下面有很多的繁体字 看起来就是我国的 小朋友们 然后可能看久了也很紧张 就开始说 啊不能去日本玩了 不能吃海鲜了这样 哦 呀 但我懂大家会有些疑虑啦 因为 因为我觉得对海洋 可能真的多多少少 会有一些影响 因为毕竟就是一个 未知的东西 对对对 但我们也看了蛮多的资料 对 然后发现说好像还好 就是 也不是说还好 是大家都在这样做 相对 就是大家都在这样做 因为大家都在排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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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含有砖的 很有川的 含有川的 沸水 那全世界其实 川排放量最大的地方 其实是法国 法国的一个 拉海格区的那个 核废料处理基地 它每年 在那个英吉利海峡 排的 对比较说 排的川的量 是福岛的400倍 oh shit 为什么法国要排这么多 因为他们那边之前曾经出过一些意外 然后有好像五个人死掉 oh wow yeah it's pretty serious 我double check一下好了 好那其实这一次如果 说了说了五个人没死掉 五个人住院治疗 ok但就是有生病这样 对对对对那蛮大的影响 然后福岛现在开始排出来的那些水嘛 里面的那个川 他们是用一个数据叫TBQ 来对比 那其实跟台湾每年就核三排出去的量是差不多的 oh ok 所以就是ok好 所以我觉得日本可能也会觉得自己蛮衰的啦 因为福岛的事件就是全世界的关注 所以就全世界都在关注 你们到底会怎么处理这些废水 因为非常非常多 那它的和它原始的这个辐射量一定也很大 那当然我觉得也很多人会在有疑虑的时候 会不会你说只有只剩下船 可是其实对不是那么单纯 那时候我觉得我们就只能相信science 就是相信科学 然后相信什么国际的那个核能 international atomic agency 他们讲的话你相信吗 我觉得因为对我来说 因为他们都是联合国的组织啦 所以一定是有想要稳定军心的效果跟政治角度 因为还有第三方独立机构 也有自己进去检查嘛 我们之前有聊过就是 韩国人其实也很担心 所以韩国政府自己也有派自己的专家去那边验 然后他们就是跟着这些一起去看数据啊 自己做检查之后 他们说其实数据都是正常 就是跟那个 international atomic agency是一样的 所以他们就说好吧 因为韩国人现在也是上街抗议 然后还去日本的大使馆那边抗议你知道吗 因为人民就是会害怕嘛 然后再来是就是日本的渔民也是很反对啊 日本的渔民超反对 可是日本国民是支持的 可是因为主要问题就是 渔民的生活是受到影响的 渔民生活可能会受到影响 因为大家会觉得啊 那最近少吃海鲜好了 因为这是一个观感问题啊 对所以你有去拍买海盐了吗 没有耶我没有 no没有 因为那个量说实话 就是看数字真的是跟台湾一样嘛 而且那个量是 就是不是一次排 就是一整年会排掉的量 然后它又不是 它是还分30年来排 所以我个人觉得说 应该不用那么恐慌啊 我觉得不用那么恐慌 我觉得我们应该持续关注这个议题 然后我们来持续看那个 后续的那些科学报告 跟第三方独立机构 做出来的检验是怎么样 可你不觉得有趣的是 那个像中国 他们就是反应非常非常大 然后说什么再也 就是这段期间都什么 不进口日本海鲜啊 对对对 他们其实中国马上就说 他们全面禁止进口日本海鲜 那对日本的其实渔业是影响非常大 讲的好像中国自己没有在排放一样 对中国自己本身 他们自己一个核电厂就排放出 就是快浮导两倍嘛 那数字是52TBQ嘛 那浮导差不多30左右嘛 所以其实come on 那是中国福寄 福清 中国福清和电厂 而且是排入台湾海峡 我们不要进 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用科学的角度来看的话 maybe it's not that serious 或者是如果你要害怕日本的状况的话 那你应该连中国啊 法国啊什么都应该要同样的担心 对法国的数字这么严重 但我就看到那个国民党有党团就出来批民进党说 因为民进党对于日本就是 我们现在就需要一些国际资源的相对友好 所以他们就比较好像不会出来吵这件事情 对耶 其实你看 你不觉得说我们几个月前 一两个月前就开始聊这个核废水的事情吗 我觉得好像 那这段期间台湾在讨论这个新闻的声音相对比较少 相对少 我今天有开始看到我朋友说要去买海盐 然后说他很紧张 我看到 但就是一两个 一两个算蛮少的 其实因为韩国 我妈妈还没有叫我去买海盐 就代表应该还好 因为你看韩国是非常早 他们从今年四月就开始 就开始买海盐嘛 对不对 可是因为韩国在日本旁边啊 大家觉得比较近 那这样我们对于中国拍的 台湾海峡应该也要很害怕 对啊 我们的那个演场不就是在台湾海峡旁边吗 台南那边 对啊 对啊 所以要担心就通通一起担心嘛 然后我觉得好笑的是 国民党就批民进党说 遇到日本就脚软 然后我就看一下民进党怎么批评国民党 然后我发现他们2010年的时候 因为日本辅导这个核废水议题 其实已经吵了很多年了 21年的时候 民进党的这个脸书就有做一个图说 国民党反对这个东电排放核废水 却支持重启核四 制造核废水 然后就觉得 Oh my God 你们就是 这句话很好笑 可是民进党你讲说这句话 也是在打脸嘛 对对 你现在看来 两边互相打 对啊 互相打脸啊 这是互欧巴掌耶 好北七哦 我觉得他们需要全上 我觉得他们两个各派一个人出来全上 我觉得他们就是很尴尬 因为当初民进党就是靠反核 因为那时候大家对于这个辅导事情真的很紧张 靠反核起家 某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那现在跟日本友好 跟因为你知道 核电绿年绿能的纠葛这样 然后国民党 最近好多事哦 对绿能好多事哦 好精彩哦 我们不聊 我们不聊啊 我们不聊 对啊 就精彩啊 对 那我们刚刚有聊到 就是韩国其实对这些事情都很注意嘛 那韩国其实最近也发生了一些大事 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South Korea announced that it sought to revive the recently abolished constricted police system to strengthen the state's crime prevention capabilities 韩国宣布要这个恢复 最近被废除的 真目制的警察系统啦 那以加强国家的犯罪防御能力 那最近韩国这个随机犯罪激增哦 那政府就计划在九个月内呢 新增多达八千多名真目的警察 那我们先跟大家讲一下 真目警察是什么好了 就是 就是其实真目警察这个制度 其实他们就是从他们的阿兵哥嘛 他们因为有义务议要当兵 然后就把他们从义务议的里面的人 再拉一些人出来来当警察 所以他们其实是 隶属在军队的体制里面的 那这东西是在1967年 在普正西的军事专制之下建立的 那其实 从那个民主化以来啊 这些警察常常被派到抗议现场 所以他们其实常常被批评就被骂说 就是最后一批毕业的就结束的 就是今年结束之后再也没有 就是阿兵哥在当警察了 所以现在韩国政府就在讨论了 如果他们经历严重不足的话 要不要重新恢复 那当然民众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民众 也会有一些反对的声音等等 那其实原因有很多 一方面是因为韩国的军事 他们就觉得 你警察在那边跟我们抢人 这是一个嘛 然后再来就是 其实这些所谓的义务硬的警察 就是疫警嘛 他们的训练其实是会不够的 那其实警察面对犯罪事件 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等于是让训练不足的人去面对 万一他们要去面对犯罪现场的话 其实不好的 类似这样 对那其实 为什么最近会有这么多韩国人民说 天啊我们国家治安好差 政府你们都没有做什么事情 真的是蛮可怕的 最近发生很多大事 对大事 其实从今年五月 其实我最大的 我们相信我们英文看到的 今还是算少数 都是比较大的新闻 有一个是从今年五月开始 有一个五月女子 利用那个一个 他们的当地的补习的APP 那去找一个 你现在开始有用APP 你好棒 你现在好抬哦 我怕讲 大家听听懂 讲什么屁话 是我以前都说 台湾要讲APP 然后你就说不要啦 是APP 你现在整个就APP 那我还没开始讲 WiFi WiFi是什么 WiFi 那个不会啦 那个很少吧 是Skype啦 没有很多WiFi 真的吗 好可爱 YouTube 不是 YouTube 我老公以前都是讲YouTube 好 Anyway 就是五月的时候 有一个无业 无业女子 利用那个补习的APP 然后约了一个英文老师 然后她就把那个英文老师 给杀了 还分尸 但是五月的 然后再来是七月的时候 有一个人到地铁站吧 对 其实这个从七月开始 因为这就是大家 台湾人也比较熟悉的那种 所谓的无差别 会特别恐惧的嘛 他就是 有一个人呢 他33岁 然后他就到地铁站的附近 所以是闹区 在首尔的时候 的闹区 有一个人在讲电话 他就从后面砍他 What 然后他在跑进附近的巷弄 然后就砍了很多路人这样 所以其实造成一死三伤 然后这七月21号嘛 然后八月三号的时候 又有另外一起 然后也是在一个闹区 就是地铁站附近的把握公司 然后是22岁 这一次是个送货员 然后他先 他先撞人 好 撞上人行道 然后撞了四个行人 受伤之后呢 在大而大白拿着刀 走进商场 就是把握公司里面 然后呢 对就是 无差别的攻击 乱砍 乱砍 总共刺杀 是13人轻重伤 然后1人死掉 所以他开车先撞人 然后再进去商场乱砍人 对没错 这很狠耶 非常狠 然后其实在24小时之内 8月4号的上午 又传出有一个 二十几岁年轻人 他就进入一个高中 然后就把 我们不知道 他认为是这个老师 但是就把一个女老师 砍了 但我不是很确定 应该是蛮严重的这样 对 然后第四件是上礼拜 发生的 就是有一个30多岁的小学女老师 就是在 也是在首尔 心灵区那边的一个登山步道 嗯 在在在hiking的时候 被一个催性男子 攻击 然后被 并且性侵 然后到最后那个女教室 还被热死 这样子 所以就奸杀 它好像还带手指虎 你知道吗 哦 去把他打到地上 只是在就是跑步这样 之类或登山 对 我很常在登山 你今天早上跟我说 我要去登山了 我就想说 我说我去遛狗 对 你遛狗 哦好 好 我就想说 你突然很生气说 运动干嘛 今天要吃大餐 我想说 我每天都要遛狗 没有我担心你 我担心你 因为你常常遛狗的时候 是去山上 哦对 我就想到说 你有看我们 今天要准备的新闻吗 没有 我看了这个时候 天哪 我又要去登山了 好可怕 对啊对啊 所以就是这些事情 同时在实体事件 发生的同时 其实网路上也很多人 就是在那边 韩国超多copycat 对 他们说就是 一堆屁孩 在那边说 说那我明天要去哪里砍人 我明天要去哪里杀人 那警察 他们就说 这样不行 所以他们直接 其实又把这些网路上 放话的人抓起来 好像抓了两百多人 对对 抓了非常非常多人 所以就是 同时有这么多 治安问题 那就变成说 而且大家对无差别 会特别害怕 Exactly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 而且韩国的女性 现在其实超害怕 我们刚刚讲的这些 victims 多少是女性 其实很多女性 很多女性 对大家都非常害怕 那所以就会变成 刚刚有说到 第一个大家说 那我们需要更多警察 所以政府马上就有回应 说好 那我们想办法 是不是要来讨论 这件事情 然后第二人民在讨论的事情 就是说 我们要重新恢复死刑制 我们要开始 继续执行死刑 因为台湾 新牛政治也是有 类似声浪发生 只要有大事情 比较可怕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大家就会讨论死刑 要恢复 其实我们一直都没废除 我们跟韩国一样 其实韩国也没有废除 只是他们在1997年 12月30号 执行最后一次死刑之后 就没有再执行任何一个死刑 那所以几乎是名存失望嘛 对对对对对 那而且他们其实国家 针对就是要不要保留死刑 这件事情 他们法官那边有讨论了非常多次 上一次的讨论是在 今年7月 是最后一次讨论 是第三次 然后上一次是 其实12年前 在2010年的时候 做了讨论 那时候其实是5比4 差一点点就废掉了 哦你说大法官的投票 是5比4 上一次的讨论 哇哦 对然后他们隔到现在才讨论 算是蛮 走得蛮前面的耶 韩国 他们居然 5比4其实是 是很接近耶 对不过他们 我有看了一下 就是他们民意调查 他们有一个po 是在街上访了 1000个人左右吧 他们说有77%的人 其实是支持 其实不意外 因为大家还是觉得 这样可能听起来 可能可以 严情进发 对大家就觉得这样可以 deter violent crimes 对因为这是很直接 直接的感觉啦 然后 然后我觉得 蛮有趣的一个状况是 因为像我跟Ken 都是自由派教育长大的 我们都会觉得说 你知道数据显示 对其实死刑 不一定有直接的 为嚇阻效果 然后再来是因为死刑 是国家执行 所以会造成 你看台湾有时候 会有些好像政治的考量 然后 然后就是特意突然 执行很多死刑 类似这样 可是美国就又给我们一个 反例 反例 因为美国 其实治安其实非常 因为 美国治安很差 其实我们在讨论 就是亚洲国家 其实我们都对 治安相对好 尤其是 就是日本啊 韩国 台湾也是 中国也是嘛 其实治安真的很好 对 那美国治安其实超差 差到什么 因为最近美国 大家应该都有在听古爱 我相信 大家那么红 就是最近美国 是财报机 所以很多就是大的 都在说我们自己财报怎么样 然后很多人 他们的bottom line 都被这个 偷东西的人影响 真的哦 就影响到利润 对 而且是真的影响 他们说现在有 organized retail theft 就是大家会成群结党 然后进去百货偷东西 你知道有哪些人 说 Nike被影响 Macy Macy很有名的百货公司 Dix Tj Max 都被那个 retail crime 给影响到非常大 当然就是景气 可能多多少少影响 可是偷东西 也是让他们准事非常多 像上礼拜吧 我看到一个新闻 是在讲说 在LA的Nordstrom 就是另外一个 百货公司里面 比较好 蛮好的百货公司 对 就是 我刚刚说的 organized retail theft 就是 有组织性的犯罪 他们跑进去 百货公司 是像爬手集团 就像我小时候会听过 我不知道是不是爬手 他们可能 我不知道他们是 爆东西出去还是怎么样 因为常常在网络上 看到类似影片 等一下跟大家讲 本来就是上礼拜 LA的Nordstrom 有50个人跑进去 偷了价值 10万美金的商品出来 好多哦 这很多耶 可是这样应该就 因为 因为我知道 美国有些地方是说 就是想要尽量 多少金额以下 多少金额以下的犯罪 可能就不会起诉 或者什么之类的 所以反而让大家就是 就是可能屁孩 就是 或是需要的人 就出来偷东西 因为美国 其实有蛮多 店家也会说 有人进去偷东西的话 会跟店员说 你就不要阻止他 因为是影响到 是你的生命嘛 对不对 你懂我 所以因为这样 对公司来说 影响会更大 因为真的 员工在阻止他 死掉的话 可能要赔更多钱 你懂我意思 所以就变成说 有时候你会看到一些影片 就是人家进去 一个商场 然后搬一台电视出去 可是没有人阻止他 哇 你懂我意思吗 好自由哦 我觉得这太liber 我觉得这样 好像有点太liber 对 这是两个极端嘛 对不对 而且 我最近还看到另外一个影片 是某一些超市 美国的一些超市 就是架子全部都上锁 就是连 你知道很多chips 那种大的开放架 前面都有一个塑胶 挡牌挡起来 是锁起来 你要买什么 就请跟那个人家讲 这样购物感受很不好 对啊 然后冰箱也全部都锁起来 因为我有看到 有一些人在讨论说 为什么这影响会那么大 那有一个人说 他们 他在那个 假设他在药妆店好了 那药妆店可能会进很多 比较贵的化妆品在那边 因为那个可以卖比较好 可是 很多人会进来偷嘛 偷很多以后 母公司之后 可能就不在你那边补货 因为你自然比较差 然后变成你的架上 就非常空 你的架会很空吗 帮你补 你最多放一个嘛 卖完再 我再下一个来 可是大家进去 发现整间店 架上每一个东西 就只有一个的时候 就觉得干 所以正常的消费者也不会来 所以就变成说 而且其他正常消费者进去 第一就是购买欲下降 第二会觉得说 这边感觉蛮危险的 也不想去了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负面的 negative cycle你知道吗 这很危险 这是会真的影响到 经济往下走的 我自己觉得 我自己的看法是这样 我觉得美国的shoplifting 就是顺手牵羊的状况 其实真的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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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重 怎么说 因为以前在台湾 我自己是没有啦 但是其实在台湾以前 学校老师也都会 都会提醒大家说 这个不可以顺九千牙 因为这是犯罪什么之类的 所以你身边以前 有同学有可能 可能 maybe有同学 偷偷过糖果 这种小孩子的时候 可能有 可是我到美国 我是大学去的 我大学的时候 我身边的同学 都还会去 就是福利社里面 直接狂吃他们热狗 说这个不用付钱 This is American way 我记得超清楚 真的还假的 对啊 And they just did it for fun 又不是说 他们真的需要吃那个热狗 他们不缺那个钱 我觉得他们不缺啦 因为那热狗也没多少钱 他们都是正常家庭这样 然后就觉得 Wow this is crazy 然后后来我去了 Berkeley 对美国很疯 我在Berkeley呢 我去这个书店 你知道学校会有那种书店 慢点几年评 然后大概工作了一年 他们也是 一进去就开始狂宣导 不能shoplifting 然后这是一个crime 然后员工遇到要怎么应对 然后可能要按什么警铃 就按警铃 对对对 不会是我们自己处理 对嘛 不会是我们自己处理 然后还有所有的 你知道就是角落都会贴满 No shoplifting 我想说 哇到底有多严重 为什么要教 而且你们是Berkeley 对 然后教Berkeley的大学生 没有外面很多人也会进来啦 对不对 Berkeley学生最好糟 没关系 Berkeley的学生跟外面hippie的人 其实看起来都是一样的 是完全分辨不出差别 对啊 所以我就觉得哇 这是一个 感觉上是比台湾还要严重 蛮多的议题 这个议题我们再多看一看 因为美国 这件事情影响很大嘛 那我们多收集一些资料以后 然后我们下禮拜聊 那因为今天感觉蛮韩国focus的 那我再跟大家分享 另外一个韩国的 你最近好爱韩国 你都不去 它的五花肉真的很好吃 不是 那个Korea24 再说一次 然后大家拜托不要一直私讯我说 诶 那个节目到底叫什么名字 我讲得很清楚 Korea24 不要这样子 我也常帮你回答这个问题 对对 很多人在问 很多人在问 所以Ken一直在推荐 那韩国podcast叫什么 我觉得我不爽是 大家说Ken一直在推荐 那韩国podcast叫什么 Korea24 然后大家就说 Ken都用哪一个软体在听书 我就说我也会用 Audible 因为你没有在讲 你在听什么 我有在听 我最近也还在听另外一本 韩国相关的书 等一下跟大家分享 我还没听完 好 那他就是 最近的韩国有世界大露营 就是童子军的世界大露营 什么叫Jamboree 这个字是专门给童子军用的 又觉得这字很可爱 这个就是世界大露营的意思 Jamboree 就是全世界各国的童子军 到某一个国家一起去露营 对一起去露营 然后大家做文化交流 然后每一天会有某个国家的日 然后大家可以去他们的那个营区 然后做交换啊 做文化交流 这超过很好玩 你怎么知道 你有去过吗 第一我小时候是童子军 第二我妹妹是女童军的团长 然后她现在 She's very active in Girl Scouts in Scouts 然后第三是 我小时候其实有去参观过 世界大露营 那是1994年吗 你去哪个国家 我去荷兰 我去荷兰 那好酷喔 那很酷 因为他们就是会有一些 自己的纪念品来 所以外人是可以进去的 我不知道 因为我是童军 还是是透过关系 没有那时候我们就是 童军团 因为我们年纪太小 那可是那时候就是组一个团 就是探亲团的概念 其实就是爸爸妈妈想去玩 然后因为小孩在那边 然后我爸妈就带着我们比较小 然后就跟着那些其他童军的家长 然后一起去欧洲玩这样 ok I see 然后那时候我们就进去 听起来就是爸爸妈妈自己想去玩 那那时候我们就去荷兰的 从世界大陆里面看 那我觉得很酷啊 就会看到 因为童子军大家都知道 很多就是神结 所以你会看到很多木头 然后绑起来的样子 然后各国都不非常花枣 我觉得很好玩 然后美国 他们自己的tent啊什么的 风格都不一样 ok 然后大家 因为大家知道 童军都会有很多部章嘛 就童军版的世界博览会啊 对对对 那大家就会去那边交换 自己各国家的部章 去交朋友 我觉得很好玩 你就会带很多台湾的东西 或国旗 然后去那边跟人家交换 哦对 那荷兰那时候 还有一个小木鞋 风车吗 木鞋 就是木鞋的那个领结 我到现在还留着 我觉得那很酷 哦哇哦 对啊 就就很好玩 太神奇了 所以就他们就是到各国的话 大家都会去做不同的文化交换交流 然后交到很多很好的朋友 好 然后还会有一些大活动可以玩 可是这次在韩国 对 出大事 出什么大事 有四万五千个童军 一直来自一百五十个国家在那边 因为这次在韩国嘛 然后现在大家都知道 那种气候变迁 所以第一 他们遇到的heat wave 所以差点一堆人被热爆 尤其是来自一些维度比较高的国家 like 欧洲 北欧门 然后很多人就是中暑 好像有最高温到三十五度啦 然后在那种巨大的 三十五好像 Come on 三十五度要你在巨大的草坪上 在那边 对 因为他们说 他们这个场地 其实树蛮少的 所以其实没有那么多遮阳的地方 可是你要去哪里 找四万五千人在那边扎营 你要去哪里还找很多树 雨林哦 就比较辛苦一点点 很难耶 然后再来是 食物上好像分配有些问题啊 然后还有sanitation 好像就是马桶啊 卫生上有些问题 然后还有蟲 还有很多人被蚊虫叮到爆 然后最后还来一个台风 所以真的很惨 所以其实中间好像 就是光是热的 那个太热的那段期间 英国的那个同居 好像就先离开了 我看到蛮多国家就先拔营了 对先拔营 可能去旁边的hotel 现在因为后来台风来 其实好像连一些 可能亚热带国家 台湾是不是也有 因为台风也走了 然后去那边就是躲避一下 所以反正这次是被骂爆啦 然后也访问了很多 就是这些同居营的家长 他们就说 就是我送我小孩去 不是要受这种苦 然后也很担心什么水不够 什么 然后很多人中暑生病 被送医院嘛 所以大家都觉得很担心 可是这是露营欸 然后我就想说 可是 当然我觉得韩国一定有做不够好的地方 但是 I mean 这是露营欸 就是 对 晒太阳不是 对啊 但就是 但当然啦 一定有变得更好的方式 可是 可是我觉得他们最后很屌 谁 就是 韩国政府吗 韩国主办方 超屌 他们就是 他们结束的时候 有一个闭幕式 他们闭幕式 就是弄了一个超屌的K-pop演唱会 他就突然临时吗 应该是本来就计划好了 那么大咖 因为很多很大咖 像谁 New Jeans 大家就在那边跳 Super Shine Super Shine Making My Sorry 你为什么会跳 我就很喜欢 然后什么 Easy啊 然后Mama Moon啊 那些 就很大咖的K-pop star都有去 而且进去 还有拿到一代 就是Souverneurs 里面还有什么 BTS BTS的Phot cards 就是一些小卡片 都是K-pop star 所以大家基本上 我相信啊 很多人就算 就原谅了 靠New Jeans New Jeans 蛤 韩国好屌 所以就是你出大包 然后就靠一些 你看假设台湾出大包 我们要找谁 怎么救 怎么救 一人发一台HTC 都救不回来 华硕应该没人用 我想不到台湾可以怎么救 其实连美国 可能就要找Taylor Swift出来 美国可能Taylor Swift 我还救的回来 然后加拿大找Juston Beaver来救 台湾要找谁救 我想不到 我就说哇靠 不知道怎么办 李安吗 没有啦 我跟你说 我们找假设明星 然后会很买单的 台湾明星 可能只有中国会买单 但中国好像没有童军 中国没有童军啊 对啊 所以台湾其实参加童军影 是可以带中华民国国旗的 对对对没错 所以大家 我刚刚说交换国旗是真的 是台湾的国旗 刚刚有些人不喜欢那个国旗 but that's it 但是我们现在唯一的选择 所以我觉得很酷很有趣 今天的干贴是 HighQ Beauty海洋医科 那我们这次不是去 马来西亚办活动吗 然后HighQ就赞助我们的 VVIP听众 一人一瓶 蓝光全校精华乳 还有友善海洋防晒乳 很多人看大公主 在那边送这些礼物 然后大家都说 下次还没要去抢VVIP 听说超难抢 因为这是 可以握到大公主的手 啊哈哈哈哈 这个是原来没有写在那个条件里面的 对 but anyway 现在解封 其实我看到超多人去海边玩啊 用HighQ Beauty海洋医科的产品 其实对自己好 也对海洋好哦 我想说你的很多人 应该就是我我我我我吧 都是你 还有你也知道我follow的蛮多 就是喜爱大自然的女性们 在instagram上面 我看到他们去海边玩 大家很开心啊 好他们这瓶友善海洋防晒乳呢 是符合夏威夷海洋友善法规 那它的防晒系数是高达 SPF50plus的化学性防晒 那我这次去沙巴玩呢 我就用这一瓶 然后坐船出海前呢 我就擦了一次 然后接下午一个下午跳岛 我都没有再补了 浮沉了好几个小时 也没有晒伤 也没有厚重年龄的感觉 你有难过吗 没有晒伤 是因为你都晒成老皮了吧 这也倒是没有错哦 所以大家一样依照自己的肌肤需求去补啦 那我怕补太多 就会完全晒不黑了 就有点困扰 还有这瓶蓝光全校精华乳 这瓶是韩国制造原装进口 加上3%FUKOL SKIN小分子 和藻糖 荷藻糖 荷藻糖 精华 还使用季州盐盘海洋水 听起来很好吃 盐盘 anyway 这个可以拿来舒缓修复跟保湿哦 对 我自己有时候睡前的时候 就会使用它们的精华乳 用起来清爽不黏腻 蛮好吸收的 而且我其实很喜欢它们包装 它们包装非常环保 而且 其实用完 你只要买里面的补充瓶就好了 所以不用整个都丢掉 非常浪费 就设计一个小巧思 蛮可爱的 HQ还有这个洗线凝露 香味舒服柔和 舒服 真的很好笑 舒服柔和 苦橙液跟风水干精油 脸干干跟脸湿湿 都可以拿来使用哦 那洗起来脸也不会紧绷 诶不就是要洗一洗脸很紧绷吗 没有 这样有问题哦 洗 我还要记得搭配蓝光全校精华乳哦 OK 盐盘水哦 盐盘 清讲很好吃 海洋医科与去城市合作 实体独家贩售中 8月24号到9月20号 家议员多一件 即日起至 2023年9月30日至 海洋医科 虾皮官方旗舰店 结账书 百灵国的专属优惠码 H I Q B N E W S 8 优惠在这一半月 赶快再去点报我们资讯栏的连结吧 赶紧 Oh my God 我们想办法放到那个IG上 好我们回来了 好亮哦 怎么了 翻译时了 如果有看YouTube的时候会发现 盐盐盐盐有一些很特别的待遇 就比较多一些装置在那边 装置 说装置也是夸张啦 但我觉得很可爱 她也不介意这些装置穿 就很real 很real 因为我们Podcast就是real 对 我觉得蛮棒的 然后其实就是这一段 我其实想要跟大家分享 我最近看了一个韩国的实惊秀 哇今天韩国满到爆 对我们今天整个韩粉 这是韩国实惊秀 我没有看完 但我只是好奇韩国怎么拍 然后因为她的议题很有趣是 我很喜欢打篮球嘛小时候 所以她是魔女体力篮球部 姐姐的奔跑 姐姐是多老 一群姐姐都是比我跟盐盐盐还要大 所以范姐一群范姐在打篮球 有的可能是比我大一点点 有的是跟范姐差不多 不一定就是都有 所以40到50左右 我没有仔细看 我猜应该也有30几岁的啦 那跟你差不多啊 到50 看起来都比较大 OK anyways 然后因为你也知道 我最近有也一起拍摄了一个 类似实惊的比赛节目嘛 在台湾 我就想比较一下大家的拍摄手法 实惊节目是怎么拍的 没错 然后我觉得这个前提非常可爱 他其实就是找一群就是专业的 以前是篮球员或是教练的 就是男生 就每个那样高高大大穿着西装 就是那种我们想象的教练团的样子 然后他就跟他们说 你们要训练就是篮球 一个篮球队 然后出去比赛 他们说OKOK酷喔这样 然后结果他们就坐在那一等 然后教练都在那边聊天 然后接下来就出现一对阿姨 就一个一个一个阿姨 然后那些教练的脸都是 What the fuck 这是在干嘛 就是这样 他们是穿球衣出现吗 每个人都穿着花枝招展 就是阿姨会穿的东西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 年轻阿姨会坐很长的指甲 说我20年都没有 我们要做什么运动 就是认真 他们知道要来拍一个运动节目 应该是真的 因为看起来蛮real的 可是他们不知道是什么运动 然后直到最后 就把他们一群人带去篮球场 他们也不知道要打篮球 然后每个人都穿的 花枝招展 就是他们想象的运动该穿的样子 所以有可能瑜伽服 各种各种 至少他们是有穿运动服 有有有 但我觉得非常好笑 然后还有什么耳环 然后假如人就说耳环要拿下来 然后他们就说歪什么的 然后就很好笑 然后他们光要叫什么球队 然后就在那边很吵 然后吵很久 他们就拍很多摄影机 然后就是看他们在那个游览车嘛 对对 然后他们就一直吵着要吃东西啊 说肚子很饿啊什么的 就是一群凯莉 对 但我觉得 我猜那个剪辑一定花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时间 对 可是他们真的很 姐姐耳朵也废掉 就里面 里面有一些姐姐们是演员 然后有一些是艺人 然后那个感觉上那些篮球员比较像素人 对 因为他们不是专业比较圆 所以里面也有女篮球员是吗 都是女生 都是阿姨 都是女生 没有 篮球员都是男生 教练都是男生 对 然后里面会有一个 比较像是主持人 就比较会做效果跟带讨论的 可是我觉得这样组合很棒耶 就是 你会看到尴尬的 真的很real的站在那边很尴尬 因为他们是素人啊 他们尴尬就是尴尬 然后也会有主持人串效果 我就觉得哇 这个好棒哦 就是一个很真实的感觉 然后他们第一集就找 就是好 那教练啊 看看你们实力在哪里 他们就找了小学生 全国第一名的小学生 那感觉很厉害 超强 可是有二年级的小学生 每个都超矮跟阿姨打 阿姨整个被打爆 一定哦 对超好笑 阿姨我也说 那小学生一直跌倒 超好笑 你应该找小学生辩论队来找你们 我觉得很好笑 国小辩论队 找你们 可是我觉得辩论的那个差异 那个画面差异不会这么大吧 不一定啊 真的吗 我们会被 你的议题选对就好啦 选教育对那个国家 对未来的影响程度嘛 那他们自己可能会怎么样 然后那你们就说 哦我没读什么书 你看我在这里 这样 呀反正我觉得光是这个前提就 很有趣 然后我觉得他们拍的 应该就是拍了大量的画面 然后想办法把有趣的互动 留下来 剪出来这样 然后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 然后最后 至少在最前面 他们阿姨好不容易投进一课的时候 他们就整个热烈欢呼到一个不行 说天哪我竟然投进一课 然后那个小学生一脸就是 为什么他们这么开心 因为小学生已经不知道得了几十半了 那阿姨有不小心讲新三色的笑话吗 我目前没有看到 就还好都还好 都还好 都还好 但我就觉得 就是很厉害 嗯 他们在这个产业上面花的 耕耘很久了 我觉得耕耘很久 所以大家都知道 那节奏都抓很好 然后拍起来又很有趣这样 然后你又不会觉得太假 可是该有的效果又有这样 好厉害 该real的时候又很real 你觉得很美式吗 嘖 美式的实镜秀 像什么啊 美式就会有点 可是我觉得美式好像 因为他们又做更久 我觉得效果又再多一点 我觉得韩国比较多那种 素人的真的尴尬给你看的那种感觉 可是这种大部分都有本 你知道吗 要多的本到什么程度 我不知道 可是我只是看说 美国之前很红的像什么 survivors啊那些 其实都是有本的 嗯 对啊 对啊 我只是不知道 因为我没有看那个 我猜一定是有一些设定在里面 就是大方向 我觉得应该有大方向 不然你全部都演 因为也不是每个人都是演员啊 因为这个没有会 因为你才看第一集 我猜应该还没看到 我大概看三四集 会有阿姨们之间的drama吗 我还没有看到这个 我没有看到这个 因为这种美国就比较会 对美国就很多 可能那种对我来说 就会比较 比较效果多一点 对会比较加 我觉得文化上可能有点不一样 那我知道很多人都说 全面新辩论会都是本 怎么可能 就不可能 对就是没有 是哪个部分有本 哪个部分没本 就是因为大家不是 我们全面新辩论会播到现在 又有一些是哭 有一些有 好像有点小吵架或什么 然后网友就会骂 因为他们 就是不喜欢这个节目嘛 which I understand 但是他们又会说 你看都是这些本 这些人都假哭什么的 我就觉得 你们就是对于台湾的电视圈 真是想太多了 怎么可能 我们要花budget去找写手 对啊 怎么可能 你知道要写一个整个脚本 是有多难的事情吗 而且你知道 有本凯莉就不会参加了 没有 就黄昊平有说嘛 就很多人在那边 酸民靠谣 说这个都是本 这是假的 然后黄昊平就下去留言 那种 一个人按赞的那种留言 他也要去留言 他真的很闲 他说 你觉得这全部都是 有脚本在演出的话 你要嘛就是 低估了凯莉新媒体的自尊 要嘛就是高顾他的记忆力 就觉得哇干 高级酸 酸爆 酸爆 好 但就是没有本 对 不好看就对了 莫莉 在Netflix上面有吗 莫莉 你再说我这边 我这边 怎么可能 我觉得没有很好看 但是这个 这个是Netflix 魔女的 魔女体力篮球部 不好看 我觉得蛮好看的 蛮好看 可是当然因为他有的 那个篮球的画面 我会快转 因为阿姨真的打得太烂 我自己有一点受不了 他很好笑 真的很好笑 OK 娱乐效果很高 嗯没错 好那 莫莉安你要分享什么剧呢 我也要分享一个娱乐效果很高的 但是 你觉得他娱乐效果很高 我觉得蛮投入的啊 就是 大家最近也是讨论度很高的 一个美剧 但是我发现 男主角已经结婚了 是什么剧 对你先讲名字 那个大熊餐厅的贝尔 就男主角已经结婚了 让我就突然觉得 可是整个人最近很多人讨论 可是那个男主角又不帅 你为什么 哪有 他就是 你 你到底有 你有看这部戏吗 我看到第二季了啊 第二季 我第二季看一半 第五还第六 快看完了吧 但你不觉得 不是只有我这样认为啊 就是很多人 我觉得你要先跟Ken讲 好 这是一个美剧 然后他已经出到第二季 然后最近讨论度非常高 因为大家通常会觉得 第一季还不错以后 拍完第二季 可能就会逊一点 通常是这样 就没有大家都说第二季什么 更好看 更deep 然后更深 然后更让 更inspiring 可以讲一下故事 好 sorry 这个就叫熊而已 我觉得他很适合你 我有推荐给你吗 因为他在讲一个主厨 他是 他是米其林三星的主厨 就NOMA啦 就NOMA 所以他会讲到NOMA以前的东西 然后拍很多食物的画面 然后 我都会快讲 他因为哥哥过世之后 他要去芝加哥继承 哥哥的意大利三名 牛肉三名制的餐厅 小餐厅 然后要把他拯救回来 因为可能经营的不太好啊 然后对于他本来是在米其林三星工作 他对于餐厅的期待也没有达到等等的 因为他可能就是一个三名制店而已 对 然后他希望整个营收可以回来啊 或者是他希望整个厨房的互动模式 可以更像标准的餐厅 比如大家 有一些人说 我们现在缺什么啊 大家一起会说 有SOP 对会说 Yes chief 就每个人会呼呼 非常真正 chief 然后你经过别人后面的时候 有的时候 coming through之类的 什么corner 对对 behind behind 就是有人经过我那边什么的 要小心吗 等等的 他就会希望有这种标准化 然后 我觉得他 嗯 可是我觉得你要给Ken一个画面 就是因为 那个餐厅里面 你要想弄家庭餐厅 我记得好像爸妈也是开 就那是diner的概念 就是那种fresh deli 就小小的 然后其实他就是在芝加哥里面 然后你知道就是好像很多老店 然后他就在讨论就是说 以前的那种 这种人情味 然后要怎么样保存 可是你又要怎么样进步 因为那就很脏乱嘛 然后再来是 在里面厨房工作的有 黑人啊 拉丁裔的妈 可能可能是单亲的妈妈 所以他们对于这种 好啊 我觉得你是精英 你了不起 你现在告诉我 我在这里工作一辈子 你告诉我 我要怎么做三明治 我在这边是二三十年了 你要教我 可是我做三十年了 你知道你懂三明治吗 那种感觉吗 对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就很多这方面的 一定的啊 一定的啊 我觉得你应该会喜欢 我觉得我会喜欢 对 因为 其实我最近去宜兰嘛 然后我去宜兰的时候 其实有去吃他们那边 很多人推荐的一个创冰 我直接讲好了 他们 那个老板可能会疯掉 叫小龟友 然后东西真的很好吃 就是我觉得不输 我在日本吃的 而且他就是走 台湾的风格 然后 我在他旁边的角落 又看到一间台湾的传统冰 就是比较空 然后我就会想说 他们这种要 因为你去的那个是比较新的 创新的店 对比较新 那就是文青一点点的设计 还有贴光复香港 就很酷 很酷的店 然后东西真的很好吃 可是 就看到旁边 那角落比较复古 老一点的那种水果冰的 然后就完全空 就觉得 I know what you're saying 可是就是说怎么比对 对 对 他类似就是要改造这间店嘛 然后因为 他获得的好评 很多都是因为 他描写的很真实 也有请一些真正的厨师 来看这一部剧 他们的感想是什么 他们都觉得说 有一个比如 很多细节 他们是觉得很赞赏 一般的剧是没有拍出来 比如说厨师 每天到晚都在看时间 现在距离开幕 开店五个小时了 现在五个小时了 那我距离 接下来还有多少时间 我们要准备到什么程度 接下来20分钟了 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的 然后我就有一集 我是之后才发现 他是一镜到底的 第一季里面有一集 第七集 他是整集一镜到底吗 前面就是一点 我觉得好像有几个偷吃部嘛 前面 没有没有吗 他后面是整个一镜到底的 17分钟 17分钟一镜到底很屌 然后在厨房里嘛 那么窄的地方 他是在厨房里面 所以他整个所有走位啊 或者是有人生气发飙 那个情绪是真的累积上去的 我觉得超压抑的 所以他就是在描写餐厅里面 有多高压的这个状况下面 可是那个餐厅不是只是三明治店吗 怎么听起来好像 卖很多东西 他也卖很多其他东西 还有牛肉也要卤牛肉啊 然后要烤啊 烟啊 烟采啊 他有卖蛋糕啊 什么甜甜圈啊 就是diner 其实是一个家庭餐厅 对 不是只是三明治店啦 我觉得他的拍法也有一些 更贴近大家现在收视习惯了 比如说 他的分镜不会太复杂 他可能就是一个人的特写 然后你就一个人在那个特写里面演很久 就演完这一场戏 比如说 我去接受心灵之伤 然后镜头就一直慢慢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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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你的面前 然后你就一个人游完好几分钟 所以其实是很考验演员的演技 你喜欢这样吗 我觉得 就是会觉得 哇他真的可以演这么久的 独白啊 或者是 整串他都自己在那边讲他自己的心思 就像你就去乐界还是什么的 然后 成道猴子也是这样 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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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一样 然后他会让分镜尽量简单的话 其实你就不会被 那种跳来跳去的卡给切断情绪 所以你要整个连接下来看的话 你就会觉得很顺畅 然后意外的不会被打断 因为我本来是想要一边看手机 一边看这个剧 因为现在大家看剧的习惯 就是一边划手机 对 后来发现 欸欸欸 欸 对对 就是因为他节奏很快嘛 然后你不会有太多的 跳卡 或是很复杂的什么空景 又拉远啊 又回来又要换到另外一个房间 没有时间让你放空就对了 没有没有 他就是很适合说 譬如你现在就是滑手机 那习惯你每分每秒 一秒内要接收到所有东西 我觉得他的那个节奏就有安排好了 所以是非常的快的 一个忽视 你就会不知道 欸刚刚厨房发生什么事 欸我很想看 我觉得看一定会喜欢 可是我个人觉得 你觉得很压抑就对了 我第一我觉得有点压抑 当然他就是要表达出那个 可是他是喜剧吗 呃他 我记得他分类好像是comedy 但是我觉得一点都不喜剧啊 被你说 很压抑 当然他里面有一些好笑的桥段 但是他整体很压抑 你听那个long shot有够压抑的 不过我觉得他 他会有一种宣泄的感觉 就是他前面压抑 很像你在平常工作的 那个情绪 比如说呃厨房里面 大家很近啊 然后你发生冲突的时候 他们就直接就骂出来嘛 但你一般上班的时候 是不行的 你可能在办工作 你就是要忍下来那些 但是他整个在餐厅 工作环境 他必须直接讲出来 然后你要在当天怎么和好 我觉得你整个情绪 会得到有一个抒发 就是说遇到类似的情境 然后我沉淀一下 然后今天又过了 我不agree 因为我长期在餐厅工作 虽然我不是厨房 厨房那个压力很大 但是就算是外场 我们也是要第一时间 跟厨房沟通 那我也在过那种 很传统 很厉害的厨师 带出来的那种店 我那个 那个骂人 跟精神压力之大 所以 我自己会 没有那么喜欢 我觉得没有 对我来说 我觉得你可能看了PTSD吧 没有到那么严重 你可能还没想到以前工作的样子吧 就是 Oh my god 就是那个压力会回来 所以对我来说不是宣泄 哦 所以你的disguggery 并不一定是剧的关系 而是你个人experience 呃 有可能 有可能啊 但我真的觉得 满满 看完会觉得很 有点deprized 对对对 我个人会觉得 我看完觉得蛮爽的 哈哈哈哈 蛮酷的 哦 就是 大家都有那个烦恼啊 然后 就会很relate里面的感觉 然后有一种感觉比较像是 譬如你玩那种 玩游戏 然后譬如是模拟经营餐厅的游戏 然后你就觉得每一集 你就再打一个关 你就是那个游戏开始的时候 你就要把那什么座位啊 要派谁出去啊 的那种自己在 调好 然后你接下来餐厅又可以升级了 升级了每一集 那就看到这个 剪任务的感觉 对对对 就是看到这个餐厅越来越好 哦我懂我懂我懂 然后再来是他会拍很多 他们以前在很厉害的餐厅 跟受训过程中怎么样去精致的 然后那些画面 我觉得你一定会喜欢 对可是那听起来就好苦啊 可是他剪接那些画面 是漂亮的 对一定的啊 就越来越新啦 你就会感觉到说 哦他们 有在跟着那个 比如IG上面审美的那种 好那种top down那种 flat late 对对耶你马上就抖 你马上就抖了 上面往下看要长什么样子 那我觉得他 我今天还随便拍 我还拍了一个那个 芭蕾蛋糕 对对对对 你就可以获得新的拍摄灵感 好好好 那我看 好我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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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成功说服他有过难说服他 在Netflix上就有了对对 是在Netflix 不是是在Disney Plus Disney Plus上面 对 我觉得他还有一些小细节蛮好的 就比如说芝加哥文化 比如他们里面有讲说吃三明治的时候 大家会互相先敲一下像干杯的仪式 然后还有一些是他们在描述主角的一个特色 因为里面有一个真的厨师是演员 就是里面那个技工 每次那边修马桶的 哦他反而是真的厨师 他最搞笑的一个演员 最搞笑 就胖胖的那个吗 对对他每次他们会有一些低级的直男玩笑 我觉得还蛮好笑的 就说我要干你哦 说说你不准干我 然后一直扭打在那边 然后那个厨师他在拍摄前 他有提议说 其实每个厨师 他们都有自己的美学观念 就是除了在厨房里面的生活之外 他们有对 比如其他时尚或者是什么的 有自己审美的一个兴趣所在 那我们又要帮男主角加一个 所以他们就给他添加一个 在第一集的时候 为了要筹备这个餐厅的欠的钱 所以他就卖掉他的一些经典的 牛仔外套牛仔裤 所以那一些是可以换 比如一件可能换一千多块美金 那等于是说他 同时表现说 他的审美是喜欢比较classic的 比较工艺性的东西 完全没有想到这个 我想说也too deep吧 因为他的角色的塑造 他就默默用这种加在情节里面 然后同时也跟你讲说 他是一个很坚持 他喜欢的审美 不是那种时尚的那种 他是喜欢可以历久弥新的 那可能会隐隐约约透露说 他对于餐厅的坚持是怎么样 或者是他在厨房以外的生活 他是怎么样的 所以这就会有不同的元素 加进去什么 然后因为大家也会 除了凯莉之外 像我当初也是有稍微迷恋一下男主角 就觉得说 你不觉得他 因为他表情 他表情就有点英语 然后眼睛长得那种半睡 可是他声音又很开朗 然后你觉得他的声音又好好听 然后在命令的时候 或者在喊什么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哇那个反差也很赞 你想要这样的人对你命令吗 不用不用 我就觉得 大家有说 就是他马上成为网络上 大家理想的男友对象啊 就是说你对于你的专业有坚持 然后你又穿一个很紧绷的白T恤 那个肌肉又要爆出来 肌肉是爆出来没错 他身材很好 我觉得会这样讲的 一定是没有跟厨师交往过 对他只是说这个概念啦 概念不一定 换职业 换职业也可以 然后 他们 所以变成他的白T恤也很红 然后大家也去调查说 这个T恤 是一个德国的品牌 然后是一个 100年的传统的工艺 他们是 然后连这个细节 这个剧组也还去弄到 对因为 那个造型的设计 他们说 他们希望凸显男主角 他是喜欢 这一种经典品牌的人 所以你不会突然发现说 他是穿着一个 GUCCI的白T恤 这感觉就会有落差 合理 对 然后男主角在讲说 他自己也有设计了 这个角色的刺青 所以上面他手上很多刺青 是贴纸的 所以比如说手指上面 几个纸节的 在切菜的时候 会有一些特写啊 那些刺青是他自己选的 然后他那时候就想 这个人会有什么刺青的时候 也是帮助他去了解这个角色 然后认为说他身上刺青蛮多的 就像他的盔甲一样 因为他不是一个 随时都很坚强的人 因为大家在剧中就知道 他是一个受过trauma 然后很忧郁啊 然后变成说 大家会更投入说 啊好想疗愈你哦什么 然后有人还讨论说 还有讨论说 我个人是不是有这样 还有讨论说 不过他现在应该不太适合教我 他才刚trauma完 可能要过一段时间之后 比较适合 你现在去接他可能自己很累 对对对对 受伤的灵魂 对对对对 你现在要承接一个很受伤的灵魂 你可能要再过一个一年 大概第三季的时候 你有接过受伤的灵魂过吗 欸我不知道对方是受伤的灵魂 后来才发现了吗 后来才发现了 那你有承受住吗 对就变成我是受伤的灵魂 哦天哪 至少不都这样吗 啊 不要乱接受伤的灵魂 嗯 我觉得每个人适合不一样 我自己我好像蛮容易吸引到 因为可能我我其实蛮正面的 而且我我其实比较不 对我来说 Ken也是一个受伤的灵魂 啊是哦 对啊 就你也有你的trauma 然后你也有你的 我的trauma是什么 现在聊这件事吗 我满好奇了 啊什么 我的失败 都有吧 就是就我也比较相对 比较不会被别人的情绪影响太多 那这样蛮好 那这样蛮好 对啊 所以大家就很愿意 大家就很愿意跟我讲 因为他们也不担心我被影响 这样 我觉得每个人不一样 你可以接触 然后又不会被影响 他不一定接啊 哦哦 又接不接 但我会在旁边看 你知道吗 对他就就过来就 哦 so that's how you feel 原来人类是这样子感受的 说哦 原来这是正常人类 哦哦哦哦哦 对大概是这种感觉吧 呃没有那么严重啦 但我觉得我好像 因为我会自认为我是救世主 所以我会觉得我可以疗愈大家 所以所以你喜欢跟 就不排斥有受伤的灵魂交往 譬如像像 像男主角这样的角色你OK 除了他喜欢我老公娘 扣掉扣掉你老公以外 就看剧嘛 我们在看剧嘛 你说剧哦 以这样的男性的话 你不觉得他的声音或者是 大家也觉得他的手指 啊很好看 就是他常会 我觉得我在餐厅工作太久了 我嗯嗯嗯嗯 你就看到那个就不行 对我不行我不行 我觉得厨师那个太高压了 哦好你觉得那个厨师 私底下生活 你你的朋友们遇到什么事情吗 也没有他们私底下 他们其实就很单纯 因为工作环境 尤其是在台湾 就是下午晚上 下午晚上下午晚上 他们是没有自己的生活的 yes 那除了 除了厨师之外的 受伤的灵魂 我觉得就可以了 对但就我个人经验使然 好个人经验 没有没有我刚卡到 受伤的灵魂哦 所以你一开始就知道的话 你不会介意 哦我不介意啊 我不介意啊 你会吗 你现在 不是因为每个人都有嘛 只是程度不同 对啊 你遇过几个 颜瑞呀 你遇过几个受伤的灵魂 我没有交往了很多 受伤的灵魂 我是很之后 多之后你们交往几个月 就你已经被控制住的时候 what 那是控制 爱控制人的灵魂啊 就是他自己本身受伤 变成他会要去 control别人 这样子来 来 那个 弥平 弥平他的安全感啊 所以变成你 会变成那个 被控制的人 对 然后我觉得 其实对方也有 知道你不舒服 嗯 但他会说是 你太压抑了 哇 你为什么要这样 然后 他会怪你 会会会 就变成你会觉得 好像一切都是自己的问题 哇 他有让你也变成一个 受伤的灵魂 对对对 所以你现在 变成一个受伤的灵魂 现在是就 就 就不会觉得是自己的问题 但是会 以前还是会觉得说 那为什么我会让 对方这样子对待我 还是会检讨自己 说是不是 是不是你记得错就对了 对对对 那你是怎么样摆脱的 因为很多时候 我身边很多女生 在这种关系里 他们都出不来啊 yes 怎么出来的 所以你怎么出来的 这个我也是 我那时候真的觉得 我一辈子出不来 为什么 其实在里面的时候 你知道自己 这个是有问题的 你知道这是有问题的关系 但是我那时候 已经会觉得 你会觉得说 搞不好 我就会嫁给这个人 一辈子变这样 因为那个人安排的路 是 但我 但我这样讲 会不会影响到别人 我就觉得不太 不知道 因为我不知道你在讲谁 所以 对好 我希望你就不要对他入座 然后 反正呢 那个人那时候想的 是这样吧 就是 结婚为前提 把你调教成 他理想中的 那个样子的人结婚 然后 你就觉得逃不出去 然后因为 你只要提到 分手或什么 就是被夺命连环扣啊 出现在你家 这个好可怕 这个好可怕 对 然后在你家面前哭啊 哦 哦 是很恐怖 要是你遇到你要怎么样 哦 他就会说 哦原来这是人类 然后就让他过来 哈哈哈 因为我比较 我比较凶 我通常是比较 Dominate的那个人 所以我 哦 对方比较不会 我比较不会遇到 这样类型的人 对方不会哭嘛 肯定会让对方哭吧 可是他就会让对方哭 可是他就一直缠着你啊 一直就说好 你只要开始 你只要不喜欢你 我会 你会造成我的困扰 哦哦哦 对 这种话你那时候应该讲不出来 会有 但是对方就会 一直不识的 就是在那边 因为他在情绪勒索你嘛 对啊 那时候 那时候还不知道 有情绪勒索这个词 所以你没有办法知道 自己的状态是 怎么样的 现在比较多提醒嘛 嗯 以前的时候 你就傻傻的 你就觉得 你已经很习惯 那种不舒服的感觉了 所以你不知道 那是不舒服的 那是不对的 不健康 不健康的 所以之后 就是采取了一个策略 就是让自己变丑 就是 就变成 变成对方不舒服 就是你就不要化妆 然后你就不要打扮 然后你就摆烂 对对对对 类似 像我现在就是很 我就是很积极在救援 就是把我弄成跟 呃 之类的 其实我觉得你没有这些光 就很好看了啦 但是以目前就是会有 会有一些 那种阴影的那个 然后我也觉得 因为我们的光 我们这边的光设计 其实就是 说要要氛围 然后每个人的五官的 线条会变得比较 明显 就我故意把灯放在上面 然后再加格子 所以光是直直下来 对我就是这样 我就是有点讨好型的人格 我就是要讨好那个人 哈哈哈哈 没有啦 没有啦 我只是也是觉得想要说 诶那尝试看看不同的感觉 我觉得没差 你就是教大家怎么打光 我觉得蛮棒的 每次都换一个角度 对对对 我们实验到最后一个最好的 所以大家就 出一个sure给大家 喜欢今天的光 或者说今天光可以再改进之类的 不要一直在针对一些阴影 在那边考虑好不好 就说光 大家从今天开始留言 有技术性的角度 对都 就是要用constructive criticism 好 那大家可以进步 不用了 就是有建设性 有建设性 大家都忽略就好了 建设性的提议说 诶这个光可能可以变成弧形的 不要那么控制 我们可以用一个弧形的 或者是什么样弄 对不对 还有轨道在蹬在这样 对我们就是可能变成一个半月形之类的 然后讲了一个不好笑的话会喷干冰 那也太多了 那太多了 所以那你的朋友他怎么走出来 我很好奇 每个人状况不一样 我比较好奇是你怎么走出来 就是说你真的摆烂到一个极致 然后对方也会 你是逼他离开你 有点像这样 有一点你只能很软性的 放弃 放弃那个 关系的那个维持 那这样其实花的时间会比较 蛮久的了 非常的久 你的一生就是耗掉了很多 你的青春跟你的精华 呃 不会啊 不会啊 没关系啊 那其实是我第一次听你讲的这个故事 我觉得很多生活在这其中的人 可能还深陷苦海 我觉得现在一定还是很多人 在一些很toxic的关系 因为这个人生就容易这样 而且这是不论你几岁都会遇到的事情 都会遇到 都会遇到 年轻 成熟 超熟 都有可能会遇到 都会遇到的 我觉得Benji去的美国 说不定他也有机会遇到 我觉得他被控制的几率超高 超高 也是单纯天真 对 就会不知道说 会有这么大的陷阱在背后 因为很多人 很多人他会知道怎么样控制人的时候 他们一开始会表现很完美啊 他很知道约会的技巧啊 要怎么样打动人心啊 这个技巧很高的耶 对 然后就表现出很符合社会对于一个 成功人士的 角色的要求嘛 然后你就觉得 哇哦 哦 可以哦 然后就慢慢的 嗯嗯 被被 蚕食 惊吞 听起来好 很负担 嗯 我觉得 OK 你可以现在这样健康的讲出来 我其实也是蛮为你开心的 我内心多少还是怀了一些诅咒啦 然后谁不会 不过我觉得你可以这样子跟我们分享 对啊 我很谢谢你 我希望大家赶快 就是 你会劝大家 就是如果你知道 在toxic的关系 要想办法离开 比如说把自己变很丑 变很丑是一个很被动的方法 但 一定有更多积极的方式 但我觉得积极很难耶 因为你不知道 你已经会变成习惯那个恐惧了 就是 就连我做错捷运的方向 然后我比较晚到 对方就说 你为什么要说谎 哦 所以你可以 有点可以理解 三大猴子有一小段 也是因为他的不安全感 然后一直去 你看三大猴子的时候 感受是怎么样 第二集 我觉得是那种 会想象到身边 有一个类似的角色的时候 你很难去把他 抓回来 你会觉得他好像一直要 被某一个地方吸走了 或是要掉到某一个边缘 但是你身为可能亲人 或是家人朋友 嗯 你不一定拉得住他耶 我自己其实有很深入的 就是参与到别人的 toxic relationship 里面 其实我是觉得蛮痛苦的 因为很多时候 因为我身边很多姐妹 他们会很喜欢跟我讲嘛 对 然后讲到一个程度 有时候我会忍不住想说 ok 所以 if you need help you can call me 类似这样 所以他们会在那种 很可怕的那种 追车的时候 打给我 而且是两边都打给我 你就知道我参与到什么程度 我觉得就是 男方也打 女方也打这样 对 男方打的目的是什么 就他想要告诉你说 你看你的姐妹 现在在那边追我 很可怕 她疯了 你赶快处理她 类似这样 蛤 所以 所以其实 我其实是一直到 那个时候我才发现说 Oh my god 我不想给人 因为我觉得好危险 然后我就说 拜托你不要再 我说你请现在停下来 请现在停下来 然后我都觉得好可怕 可是我以前真的都是会 很关心 然后想说 怎么样可以帮助他们 走出来 你知道 因为我就知道 他们在那个关系里 后来到了那一次以后 其实对我来说 是一个蛮大的人生转捩点 我就发现说 ok 有些人如果选择 要在这个关系里面 我其实不应该 再参与任何意见 因为他们 有些人可能觉得 他们那样子才会被需要 对 他喜欢这种drama 对 所以我后来就 有点淡出他们的关系 因为我觉得太可怕 那现在发展成 后来他 后来有成功分手 但就是后来 因为一些别的因素这样 就也不是我 我存在拯救 根本也没办法 其实根本也没办法 根本没办法 根本没办法 应该要本身自己 你要自己想 要有意识到 因为那时候 我是跟我朋友 都深陷这种关系 哇 你旁边的人也是 哇 那两个怎么办 你们都自救会吗 没有没有 我们都会互相吐说 啊那你的比较可怕 我的应该还好 What 就会觉得说 嗯刚刚还好啦 反正旁边人也是这样 好像都比较 大概 大概 嗯正常啦 OK OK 好吧 大家加油哦 大家加油 这就人生咯 拜拜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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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